这是一款由吉林省博物院设计研发的私质大方巾 它的创作灵魂正是省博的镇院之宝 文姬归汉图 文姬是东汉儒学大师蔡庸的女儿蔡文姬 中国古代才女之一 文姬归汉是历代文人默克经常在诗词书画里描绘的内容 说的是蔡文姬被掳到男匈奴12年后被曹操赎回 她策马奔驰急于返回的情景 画面里面这个骑着黑色的骏马衣着华丽 然后面容端庄的这个女子呢就是蔡文姬 这个画的作者呢他是选取了文姬归汉图中的一个片段 就是不设置任何的背景通过描绘这个人物的神情动态 来表现这个归汉图中行进的这种艰辛啊这样的一个场面 那么为什么今代画家张宇会以此为题作画呢 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在1127年靖康之难后 北宋灭亡 南宋朝廷 偏安杭州 当时的中原人民都热切期待收复背金占领的北方国土 这样的情绪导致以文姬归汉为题的诗词和绘画作品逐渐流行起来 文姬归汉成为当时人们寄托民族情感的载体 这幅画作中的文姬首扶马鞍顶峰冒雪 一副归心似箭的样子 然而作者张宇虽是汉人 却是金代的宫廷画家 那他又为何以此题材作画呢 我们不得而知 金代的绘画作品流传到现在是非常少的 这一件呢 它的艺术水平非常的高 非常的难得 衣服啊 然后头上戴的那个帽子 动物的皮毛的那种感觉啊 都都画得非常的精细 又很生动 线条非常囚禁有力 不失为一件价神连城的国宝旗的文物 从文姬归汉图画面上的收藏硬件可知 这幅画作曾被收藏于明代宫廷 传至清代 收藏于清宫内府 后经由溥仪收藏 1945年日本战败 溥仪出逃 这件文姬归汉图与其他珍宝一起流落民间 在普通人家造头悬挂数年 最后在1962年 由政府收回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 经过清洗修复 画作才得以重现容貌 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 在全国来讲 它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文物 而且它的历史年代也比较久远了 经历了800年岁月的洗礼 它已经非常的脆弱了 然后像这种级别的珍贵文物 它是不可能长期展览的 它只能在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时期进行一段时期的展览 收藏至今 文姬归汉图展出次数 屈指可数 为了延续它的生命 吉林省博物院将它呈现在 轻盈柔软的镇丝绢布上 这款文算丝巾 我们选取了蓝色和橙色为主色调 因为这两种颜色更能体现 我们东方女性的柔美 把它做成大方巾 佩戴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绚丽丝绸 云涌动 逆上歌舞 美仙姿 当细腻丝滑的材质 融入文姬归汉图的历史元素 这条方巾 独特又动人 天气已凉 将它寄予监景 感受那份温柔的呵护 倾听文姬归汉的心声 优优独特又动人 变成了一条 优优独特又动人 未来的声援 优独特又动人